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会想到阳明海内外的我们的妈祖女神 还有这个红木的家具 还有我们非常美味的这个莆田卤面 但其实呢 莆田它是著名的桥乡 有着海内一个莆田 海外半个莆田的说法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源头村呢 更是有着莆田文化第一村 文化绿洲的美城 走出过像云里峰先生等三千多位 就是走到南洋的这个华侨 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 林里峰先生的女儿 常住在马来西亚的陈佩英女士 及其他的两位家人 跟我们一同连线 一起在这个线上续相亲 感受故土十年的变化魅力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佩英姐姐 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佩英 我是陈春队的长女 其实说起这个源头村呢 有两个关键词是一定要提的 一个是我们的木兰西 还有一个就是桥 这边呢是有两座桥 还有一条溪流 这两座桥呢 一座石拱桥 还有一座是钢筋水泥桥 而下面的这条河流 就是我们莆田人的母亲河 就是木兰西 我们今天请到了陈建崇老师 来陈建崇老师这边 来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因为我们陈建崇老师 是非常非常地道的源头村人 他在这边已经生活 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就请我们陈老师 来给我们作为向导 带我们游览一下 我们的源头村 这个旧的桥 是记载的老一辈 那个华球 对我们乡村的一个贡献 它存在着一段文化的记忆 一段历史的回忆 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想要跟陈佩音女士 跟我们佩音姐问一问 佩音姐是在三年前 就是第一次回到了源头村 回到我们的故乡了吗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村口 当时您在回来的时候 应该是第一眼见到 也是我们并排的这两座大桥 包括还有我们的木兰西 大家都说静相情窃嘛 不知道佩音姐当时回来的时候 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第一次回源头村的时候 我是坐在车里面 我并没有发现到那个桥 当然那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兴奋 我第一次回到源头村 是我先父的家乡 可是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座 室北 上面刻着一个红色的字写 源头桥乡路 然后路的一旁我可以看到 那个低层的建筑物和山和云围背景 感觉十分亲切和亲近 然后我们就特地来到这一座拱桥 来观看这个木兰西 我觉得很激动 就是因为我看到 这个源头是滚桥的那个功德牌 看到我先父对这个建设所 做出的一点贡献 因为我来到乡下的时候 我听说我父亲有帮助乡下建造了路 桥 可是真正能够到那边 然后可以见证到他的贡献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我父亲时常跟我们 是说他乡下的东西 我们很久很久以前 就常常是说要跟我父亲回想 然后跟他可以见证他对乡下的贡献 还有他成长的环境 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忙 完全没有机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遗憾 小小的遗憾 最大的遗憾 所以能够在几年前 我先父去世的时候 能够到乡下见证到 他所做的一切贡献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很激动的一个 一个经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来到我们源头村的一个小餐馆 我们待会就要到 这个餐馆后边的这个厨房 可以看一下 蒲田露面的一个制作 其实蒲田露面就是我们蒲仙菜 因为蒲田古时候就是被称作蒲仙嘛 蒲田露面是蒲仙菜当中 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一道美食 蒲田露面至今已经有 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武则天在公元686年在我们福建设立郡县 就把这个北方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带到这个南方来 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地区多长的是水大 很少有小麦 所以北方人饭桌上常见的这个面食 成了我们南方人的奢侈品 就是说在这个昏庆啊 球签等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才有这道菜 我父亲是很喜欢吃蒲田菜 而且他很喜欢吃面线 所以我们家里面常常有煮面线 而且我们这里马来西亚也有建设了几个 莆田的餐馆 所以常常我父亲会带我们去吃 家里人会做莆田菜吗 你做的比较地道一些吗 我祖母在的时候 他常常有煮蒲田菜给我们吃 现在我们做工我们没有煮饭 所以要吃蒲田菜就到餐馆去吃蒲田菜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镜头前 这些焕然一新的这些并排别墅啊 它叫幸福家园 这些房子已经建了十年之久了 但是在更早之前 它其实只是一片贪土地 所以陈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从贪土地到现在 焕然一新的这个并排别墅民居 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这一块这个幸福家园所在地 这个原来是那个木兰西之流的贪土 也可以说是一片荒地 那么2012年的时候 村里面进行了这个土地评整 例如2014年的时候 开始这个修建这个九栋四十二套的这个连排别墅 2016年的时候这个竣工 这个连排别墅的建政 让很多这个村民啊 搬上了这个宽敞明亮的这个新房子 也建造了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的成果 让我们的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收获感 幸福感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 其实村子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那您上一次回来的时候 您自己回到家乡 虽然是比较短暂的朋友吧 但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源头村的印象 是不是就跟您记忆中夫妻 跟您介绍的有一些 有一些不一样了 您会在村子里面发现一些惊喜的地方吗 因为当他们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也是很难去想象 那个地方是怎样的情形 不过我父亲每一年都有回去 有时候还有拍那个照片给我们看 可是那个照片是多数是关于那些颁奖仪式 没有拍什么建筑物还有家乡的情况 所以我们完全是没有印象 所以回到去对我来说一切一切的很新鲜 我们这条古街 古街历史悠久 它存长有三百八十多米 它曾经是我们源头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条古街曾经三谷云集 各个地方的商贩都会到我们源头古街 来从事这个生意买卖 而且这条古街文化就与氛围非常的浓厚 在古街的两旁 出了很多的文化名论 而且这个古街一般都是明清时代的古建筑 你看这个土墙都是斑驳的 而且这个建筑都是带有历史记忆的 清朝的房子又十几处 现在都已经立了这个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四级的文物保护 还有这个古已经列入这个四级的古建筑这个保护名路 那么鬼国王我们就就到了到了这个一律峰深深故居所在的这个新错城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成春的故居了 成春的故居了 他在这个走进院子之后他后边就有两幅画 两幅画在两边 然后还有这个牌匾 这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 因为左边好像是一座桥 而右边是有一些花 桃花还有一些这个山 这些是不是就是为了印证云里风先生的一些 就是曾经的一些成绩 然后我们相对应的就是做的一些彩绘 这两幅画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象征意义的 因为那个画的这个左边这个画的是源头大桥嘛 对不对 这座源头大桥是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当时就是一律峰等这个马来西亚的华球 看到我们这个源头老家呀你看 源头老家就是那个木兰西兴的一个孤岛 以前就靠那个小木船百渡来回这个出路 很不方便遇到这个洪涝灾害的时候 那非常的危险 所以他们那个华球就带头捐借了这个源头大桥 这一座桥可以建在了这个源头的华球 对家乡的一种一种无私的贡献吧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可以说是那个源头的 巍巍的杨天山 还有这个悠悠的孟兰西 那个画的一个学校 画的一个学校 代表这个宜律峰先生对这个教育事业的这个 这个支持 他非常的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 曾经在我们家乡这个源头学校设立奖学奖教金 培养了一大批家乡的优秀的学子 佩音姐 这边你还记得吗 就是上一次来的时候 对我记得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孤居开幕的典礼 还有就是 其实刚才你刚刚进门的时候 你看到那一幅字成存的布局 其实是这个卓家协会副主席 成章和轻壁书写的台扁 所以我上次很荣幸可以 就是说参加这个仪式 开幕仪式 我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装修好 现在您看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装修 修气过之后的这个样子 上次我来的时候当天也是装修了 可能他挂的那个海扁可能还没有这么多 现在他们加了很多 我来的时候是刚刚开张的时候 对 其实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大堂 有好多的桌椅 刚刚就是程老师有告诉我们 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 加封加训 就是开放给孩子们进行加封加训 学习的一个场馆了 这个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现在这个故具已经开辟为 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而且还开辟为 加封加教的一个培训基地 而且这里面他还有这个读书的地方 这个这里面有很多书籍 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有一些年轻的父母还要带孩子到这边来读读书 看看书 看看这个云立峰先生的这些事迹介绍啊 多多一些很有意义的书籍 受到这个良好的这个加封加教的这个熏陶 我们看到这个精神觉硕的老人 这个陈文导老先生 他是这个云立峰陈春德先生的这个谈书 他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 九十几岁了 对啊 九十几岁了 一个配音哈 陈文导 陈文导 我是陈文导 你好 希望你好 欢迎他们来我们的场馆 我给他们介绍了陈春德的自己情况 欢迎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我们再回去一趟 谢谢你 我希望你还记得我 我很想念你们 我希望有机会能够跟我的家人再回去 我谢谢陈文导对我父亲所诉说的一切 我们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的先父 把他很多生命中很多的时间和精神 为文教界服务 很积极从事文学和社团活动 像陈文导老师讲 他曾经当过作家社会主席长达几十年 他本身是一个很敬业和激情的作家 然后很尽力从事文艺创作 虽然先父在16岁就宇居马来西亚 可是他饮水思源很注重乡情 常常跟我们诉说家乡的情况 所以他对家乡不但出钱出力 也贡献了很多精神和时间 我们做子女的感到很惭愧 因为他常常说要带我们回去 看他的故居 看他的家乡 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忙 所以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没有能够亲身陪他回去故居看一下 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 我就决定到他的故居去参观 可是因为最近COVID的事情 变成我们不能够再重游一遍 所以我希望当COVID的情形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整家人希望能够到互相去 再参观整个源头村 也能够看我的父亲的云女峰纪念馆 因为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我们很感激家乡对我父亲成就的认同 花这么多钱跟时间 把他这个城市故居 成为城村的纪念馆 所以我也要向福田一幅城市理事会 先父的亲戚家族和村友们 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我相信我的先父在酒圈之下 会感到十分荣幸和欣慰的 所以我们做子女的也希望能够 把我父亲所立下来的教学教学会和奖学金 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